Om Guru Lenshan Siddhi Ho 我們今天呢 跟大家談一談 這個印度跟尼泊爾之禮的這個吉斯納 也就是涅槃城 那麼 我這一次的這個 印度跟尼泊爾之禮 很多的這個相應的這個景象 在鹿野宴呢 那麼看到這個佛眼 事後呢 才知道 那個塔 就叫做佛眼塔 佛眼塔 這個就是相應 那麼第二個呢 在菩提街 在那邊做完了這個 儀式以後 入定當中 看到這個佛陀的手 啊 持甘露 給我們的弟子 觀點 事後啊 一看啊 一看啊 這個大唐西義記裡面所記載 菩提樹 在印度啊 在印度啊 到了這個 戰送啊 那麼念咒啊 供養啊 祈求加持啊 在入定當中啊 就看到這個天門啊 打開 很多的天門啊 出來 散花 那個花啊 是有光的 很多種顏色 都有包圍著一層一層的光 從虛空中下來 我們稱為是天理善花 那個花不是普通的花 都是清淨無比的花 那麼這些花呢 灑在這個佛陀的這個身上 把佛陀的身體都蓋滿 然後我把這個景象啊 就告訴啊 大家 那些上司啊 法師啊 就看到這個景象 那麼現在我在寫這個天圖的白銀 要找一些翻查那些佛陀 涅槃的這些資料 把它打開 在《遊行經》裡面啊 記載 佛陀涅槃的時候啊 在這個沙羅樹下 沙羅雙樹 有三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 沙羅樹啊 灰石開花 灰什麼叫灰石開花啊 就是本來要開花是在春天 那麼它在秋天開花 也就是講說 這個時候不應該開花的 沙羅樹不應該開花的 結果開花 這是第一個奇異的現象 第二個奇異的現象 西空中有天女諸天 灑法 有天法下降 供養釋迦摩尼佛 第三個奇異的現象 還有諸天啊 咒天夜 天夜 那個陰夜啊 諸天咒那個微妙的天夜 供養釋迦摩尼佛 在遊行經裡面呢 記載 他躺在這個 沙羅雙樹的時候啊 出現這三個景象 那我看到我又很驚訝 原來我看到這個天女善花 仍然是 遊行經裡面記載的 在佛陀涅槃的時候 一樣有天女善花 所以你看 法眼塔看到佛眼 菩提樹得甘露 在涅槃城的沃佛殿 看到天女善花 這三個都相應了 全部相應 奇不奇妙啊 也不是看到別的 就是經典裡面 記載裡面就有的 但事實上啊 以前啊 我本身來講起來啊 這些好像是說地點 遊行經 我是第一次翻 記載得非常清楚 三個特殊的景象 這個也是一種很深刻的這個感應 可見啊 我們冥冥之中啊 佐佐這個 這個斯加摩尼佛的腳步 也是一種印證 也是一種印證 師尊啊 確實不知道 這個露眼燕那個大塔 就叫做法眼塔的 確實是不知道的 那確實不知道啊 菩提樹啊 菩提樹 就叫做不死甘露樹 確實不知道 但是天女善花啊 我是常常啊 在佛典裡面看到 天女珠天啊 善花啊 這個是我在佛典裡面 經常看到 像西菩提 他禪定的時候啊 諸天也出現 供養他 用天花 天花飄散 佛典裡面 常常記載天花飄散 這個我是曉得 我知道有天花飄散 這個不能講說 我不知道 這個佛典經常記載啊 這個有時候啊 佛陀說法的時候 天花 亂對 亂逗 這個墮落下來 亂逗下來 這樣 經常談到這個 佛啊 講經的時候啊 經常誅天都來用香花供養 這個我是曉得 這個不能講說 不曉得 但是我不知道 他滅盤的時候啊 也有這個天女善花 我不曉得 這個我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一翻開遊行經啊 你看又印證了 這三次的大顯現 我在印度跟尼佩爾都看見 一樣的 所以我們寫佛修行啊 是要有這個 印證的 有正量的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欸 怎麼搞的只有師尊看見 我們看不見 其實也有弟子看見 不是沒有 有 啊 師尊所寫的這個方法 就是啊 把外面的光啊 世界外面的光啊 印到裡面的光 你知道眼睛啊 在密教裡面眼睛啊 稱為海的 稱海的 眼睛就是海 你只要把這個外面的光啊 印進你裡面 裡面可以內光 就會出來的 啊 有一個口結 按這個海 海眼旋轉 海的邊緣 旋轉眼睛 就可以看到光 然後把心啊 放在這個光裡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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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